我们用了两节课的时间来学习了这个安全顾问大事 贝克尔总结的七种被人盯上的危险信号 那么他书中的这个女主角并没有听从他内心的第一反应 而是逐步被那个看上去很友好的人带进了圈套 那么什么样的人是坏人 他们有什么特征吗 我们应该如何来识别 让我们在他的著作里继续来找答案 尽管社会学家在费尽心血地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 但是不得不强调的是 即使是那些最疯狂的杀人魔 他和普通人之间也是有一些共同性的 就我们只有认识到这一点 才能不会再被那些看起来不像坏人的这种成见所蒙蔽 那么有多少人就曾经拍着胸脯保证自己 绝对不会杀人 也不会干坏事 但是最后的时候他都不会忘记补充上一句 除非有人想伤害我或者是我爱的人 其实这足以显示 每个人他都是有这种行驶危险的可能的 只是使用的名义各有不同罢了 就像蝙蝠侠里的角色双面人 那么联邦调查局行为科学家 罗伯特瑞斯勒曾经说过 那些凶杀案的歹徒 他们的藏身之所 就是在邮局呀 学校呀 这些我们经常出入的地方 一个强奸犯在露出原形之前 他可能是一个翩翩君子 而一个杀害妻子的人 在他下手之前 也很有可能是一个模范丈夫 就之所以 他的这种人设没有被辨别出来 是因为人类他是最懂得伪装的 贝克尔有一个判断罪犯的标准 总共是有三点 一个是不愉快的童年 第二个是对可怕事物的一种无动于衷 第三个就是强烈的控制欲 据我们刚才这个前面所说的 这个行为科学家 罗伯特的他的个调查显示 在这个连环杀人案的这个作案人当中 百分之百都有过一个不愉快的童年 不是在小的时候受到过虐待 就是受到过忽略或者是羞辱 危险的人身上他都是有共同特点的 就是对眼前痛苦的一种隐忍 你可以从一个人对一些可怕事物的反应 来评估一下他的危险度有多高 我们举个例子 就如果一个人在经受一般人都为之发抖的一些辱骂 或者是打斗时 仍然能保持冷静 无动于衷 那就需要注意了 在这一点上危险之人与那些英雄人物是一样的 他都有着一种非常强的心理承受能力 另外一个特征就是 是还有一个比较强烈的控制欲 当然并不是说这三点凑在一起 就一定是危险之人 只是说这几个特征 是人类危险行为大拼图里的三个很小的方块而已 如果想要拼凑成全图 还是需要更多的方块的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有一类不被良心左右的人 他们是有一定的特征的 那么这几个特征 是我们对待身边人 以及一些认识的人 可以进行的一个判断标准 那么如果是进到家里的这些陌生人呢 就我们应该怎么来判断 我们可以采用一个正反对比的原理 进行一个预测 如果一个女性 对出现在自己家里的这个陌生人 比如这个来家里送家具的 没有感到不自在 那么她的这个直觉 其实已经帮她做了评估 对方是没有危险性的 直觉在评估的时候 她还会同时评估对方那些 行为是正常还是不正常 因为在我们的潜意识里 我们自己是知道什么是正常行为的 从而也能够在对方有一些举动的时候 就能够感到警惕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做评估的时候 你不妨把一些正常行为的表现 一一的列举出来 然后对每一个正常行为 列出它的反面 那么这样一来 这个异常行为长成什么模样 就一目了然了 这个就是一个正反对比的原理 我们来以一个这个送家具的送货源为例 你一份正常行为和异常行为的列表 来解释这个问题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正常行为 这个送货源 他在专注的做他自己的事情 他尊重你的隐私 他和你保持适当的距离 他的谈话内容 都是和他手边工作相关的一些事情 他的动作很麻利 讲求效率 他没兴趣知道屋里是否还有别人 他没有兴趣知道 一会儿你还有没有人来找 他没有特别注意你 那么根据这些正常行为 我们可以相应地设出一个异常行为的单子 他在工作之余 还自愿地帮你做些分外的事 他很好奇打听你的情况 他站的距离离你太近 他总是和你谈一些工作以外的事情 他不慌不忙 行动拖沓 他在打听屋里还有没有其他别人 打听过一会儿 还有没有人来找你 他看你的方式不太恰当 通过这样的一个行为类别 来参照一些陌生人的行为 就会帮助你来辨别哪些人是善意的 而哪些人是别有用心的 那么歹徒挑选下手对象的时候 这个搭讪过程也可以称之为是个面试 就像这个鲨鱼 他在攻击猎物之前 他总会围绕这个猎物绕几圈 然后才袭击 歹徒希望下手的这个对象 是一个易于控制的 是一个弱者 所以他会在行事之前先进行筛选 通过察言观测 他会看出我们是不是他中意的猎物 如果一个男性在地下停车场的时候 对一位拎着大包小包的女人来伸出援手 那么一种可能是 这个人他是一名真正的绅士 而另外一种可能就是 他正在进行一场对猎物的面试 就如果这个女的他很腼腆的说 不用谢谢 我自己拿就行 那他可能会是一个很好的猎物 而假如这个女的扭头就走 做出那种不要跟上来的手势 并斩钉截铁的对他说 我不需要你的帮忙 那么他被选成目标的这种机会 就会降低的很多 就如果你错过的是一位绅士的帮忙 那他也应该会体谅你的举动 而且如果一个女性 她真的需要别人帮忙的话 那最明智的方法 应该是去主动找人帮忙 因为你挑选的这个人 他总比要主动过来找你的人 要靠谱很多 那么在书中也建议了女性 应该是找其他女性来帮忙 那么我们在这里需要澄清的是 并不是所有主动来提供帮忙的这些男士 他都是居心叵测的 他们中有很多也都是出于好意 但是我们需要留神的是那些 主动提供帮忙 而又无视你拒绝的人 他们才是那些最危险的人 如果对方对你的这种拒绝 置之不理的时候 你就要问自己 为什么这个人这么执着 他有什么局心 这个时候最好的方法 当然是尽快的避开 如果还是无法摆脱的话 就不要估计自己的这个言行 是否失礼 你可以直接的大声对他说 我说了不用 你可能会觉得这句话会让别人这个一番好意转变成恶意 但是事实上 一个原本只想帮忙的人 他不会因为你的一些言辞无礼变成一个罪犯 他们最多只会觉得尴尬和无趣而已 当然没有必要把所有搭讪的陌生人都视成坏人 就只是在你的直觉警讯出现的时候 你是一定要证实他的 直觉他不会无中生有的 他一定是有所而发的 而且也是以我们自己的利益为第一位的 那么关于这本书的学习 我们就讲到这里 建议大家课下做一些深度的阅读 肯定会收获破风 防身没小事 每个不起眼的细节 或者没有放在心上的小事 可能都会有一些不同的结果 保护自己 还是要从建立正确的安全防卫意识开始 好 我们这节课就到这里 下节课再见 感谢观看